各位听众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讲的故事叫做《香玉》 听说以前庐山下青宫里头 有几棵内冬树和几棵卯丹 这些树种了不知多久西秋 内冬树破破到异丈多高 树身有成水桶那么粗 那几棵卯丹就像粮高 每年开花季节 一朵朵大卯丹花 有红有白 光彩夺木 花团似錦 这一年 有个姓王的书生住入夏青宫读书 有日他从窗口到 看见一位穿着整身白衣服的小姐 在一个浸内冬树和某丹花之间 若隐若现 王书生想过去看看 怎知迈到去什么人影都没有 以后浸着几天 王书生久不久都见到那位小姐 他就觉得奇怪 那两位小姐真的漂亮 可以说是一对小姐 一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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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牟与修厉的绝代佳人 她们一直走入黄书生 突然 穿红色衣服的那位小姐就一路退后一路说 糟 糟了 这里有生导人 黄书生急着上来就冲出来想说看究竟 那两位小姐一见有个男人 零转身急着就走 黄书生一直吊着他们尾 一路追到围墙边 不见了那两位小姐 只是闻到一层一层很香的花香味 黄书生觉得很可惜 就在一棵树上提了一首诗 以表示他对那位白衣小姐的外貌之心 首诗是这样的 无限相思苦 含情对短窗 恐归沙渣利 何处密无伤 提完诗 黄书生回到书房 想着想着睡不着 整天想着那位白衣小姐 这晚起了些风 外边的树叶被风吹到时 这煞了 忽然间 有人细细力敲黄书生到房门 闲 闲 半夜三更 谁来呢 黄书生的满肚疑惑 走开了门 一开门 当堂眼定定 敲门 敲门的人 正是黄书生思念的白衣小姐 这见小姐笑口吟吟地说了 公子 刚才看见你追我们 我们还以为你是强盗 后面见你写的诗写得这么好 才知道你原来是个风雅书生 黄书生连忙请小姐入屋 坐下之后她就问了 小姐 你是何方人士 专性方明呀 公子 你叫我香玉可以的了 我原来住在山下边的 后面被道士禁拜在庐山上 我这样 实在不是心甘情愿的 哦 香玉呀 那个道士叫什么名 让我帮你去说说情 不必了公子 虽然说是这么狠 知道我都挺自由的 还有机会来跟你这个风雅书生休会 那就挺好 那倒是 对了香玉呀 今晚跟你一起走过的那位穿红衣的小姐 又是何人呀 她 她叫江雪 是我契姐来的 他们两个人谈谈谈谈谈谈 越谈越好谈 情投意合 三间过后 王生就提议 趁此良宵 要和香玉成相成对 香玉看着这个风流瀟灑的白面书生 亦抑制不住 当即就和王生同床共枕 非常亲热 等到他们醒了时 已经天亮大白了 香玉见得这么晚 马上就穿衣穿鞋 赶着要走 好了 王生拉着他一手说 香玉 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 你何时才来过呢 放心吧公子 你这么风流 我一旦有机会就会来的了 我现在也有诗一首 拿来和你昨晚作的那首诗对一下 好不好 哎呀香玉 你容貌秀丽 耐心聪明 真是恨死我了 快点念出来 念出来 我念出来 公子你不要见笑 你那首诗是这样的 无限相思苦 陷情对短窗 恐归沙渣离 何处密无伤 我这首是这样对你的 梁夜根而尽 朝吞意上窗 愿如梁上烟 妻处自成伤 黄生听人一拍手 就说 哎呀好诗好诗 好一个妻处自成伤 香玉 你财貌超纵 真是难得难得 以后你有机会就来 如果不是 真是恨死我的香玉 我答应你就是了 公子 这样黄生才放了香玉 走 从此 香玉就经常来和黄书生 幽会 黄书生有时就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降雪姑娘 不来的呢 香玉就告诉她 她性格孤僻 不想见生保人我 有一晚 香玉又来优惠黄生 不过这次她就苦口苦面 眼蜗都红了 看样子是哭完才来的 黄生一见她这样 就急了 就猛个问是什么事 香玉才说 公子呀 今晚我是来 和你分手的 今次分开 明天都不知道 见不见得回公子面 什么 香玉 你 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不回来 唉 公子 这些是命中注定 很难说明给你听的了 那晚 香玉就一眉哭哭啼啼 坐到大半夜 她就走了 黄书生眼白白看着香玉走了 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 有个姓蓝的大财主来夏青宫游玩 看中一棵白帽丹 就专专专捐了一大笔钱给导院 然后就挖了这棵白帽丹回家中 黄书生知道这件事之后 一想回头 才想起香玉原来是某丹花精 不过她爱香玉已经入心入肺 都不理得她是妖还是怪 总之她早知道香玉是那棵某丹变的 她就死都不会被人挖走 过了几天 她听说南财主移了那棵白帽丹回家中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 帽丹就枯毁了 黄书生知道痛不欲生 她天天去那棵被人挖走 帽丹花的地方痛哭流涕 自自血 声声嘞 作了五十首哭花絲 有日黄书生又去悼念香玉 离远她见到那位穿红衣的降雪姑娘 又在原来种白帽丹的地方在哭 黄书生慢慢走过去 只见降雪姑娘又不避开 她们见面没出声 只是对着花坑流眼泪 过了一段时间 只听见降雪姑娘自言自语地说 唉 香玉妹妹 我们自小玩到大 想不到你无端端 那就去了 你真是惨 黄书生一听就更加伤心 她又说 黄书小姐 一天都是小生命不好 累了香玉 唉 我前世都不知道做了什么 因质事 落到这样的下场 黄书听见黄书生这样说 望着她 觉得有点意外 她就说 哦 我以为那些风流书生 十有八九都是那些薄情看 原来你是公众情义的 你也说 江雪小姐 香玉跟我永别了 令我茶不思 饭不饱 夜不成面 如果你给面香玉 又可怜我的 你有空就来我那里 让我见下你 好安慰我想念香玉的心情 黄书 跟你相会下无所谓 不过我只是跟你交朋友 不准乱来的 如果想我经常跟你一起亲热 我一定做不到 黄书 后会有期 江雪说完自己先走了 打后连续几天都没见过她的面 有个凄风冷月的夜晚 黄书更加想念香玉 她在床上哆哆乱睡不着 索性点着尤灯 念诗来寄托自己的哀诗 她念 山与黄昏雨 碎脸坐小窗 商丝人不见 中夜雷霜霜 突然间 窗口外边有个女人 同一个对师 年米人何处 孤灯照满窗 红山人一个 对影 知诚伤 王生一听 就立刻拖开窗门 窗口外边一位红衣少女亭亭欲立 各位 不用我多说 大家一定知道那位少女就是 江雪小姐 王生一见江雪 真是喜出望外 他就立刻拖开窗门 他就立刻拖开窗门 江雪小姐 你真是心肠硬 这么久都不来看我这个可怜的书生 江雪就说 王生公子 你真是心肠硬 我不像香浴 这么热情的 只有在你孤独寂寞的时候 我才来陪着你 或者陪你喝酒 作诗 你真是心肠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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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爱妻 江雪是我好友 嗯 这么说也没错 由那晚起 每逢王生觉得寂寞无聊的时候 江雪走来和他聊聊天 对诗 结束了 他就走了 王生也从来不去强留他 不过王生就约莫已经知道 江雪当然是花精 有一晚 他就拉着江雪去到花园说 江雪小姐 你老实说给我听 你是花园里头的哪一棵花 啊 既然王公子知道我的底势 那又何必追问呢 哎呀 江雪小姐 其实我想知道都是为了你好的 我想知道你是哪一棵花变的 我就移了它 然后回到我家里里肯定是为了我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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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肯定是为了百年遗憾 你是不是杜莫花呢 江雪拎下头 江雪拎下头 王生又指着一棵栏花问他 他又拎下头 指着一棵好婆娑的内冬树 江雪又不拎头 又不拎头 王生又不拎头 原来他是内冬树的化身 他就说了 好 江雪小姐 我现在知道你的原生了 以后如果你不来我那儿 我就拿你艾草搓成绳 点着烧你 什么 原先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烧我 我马上就不认你做朋友 王生刚才一时冲动才这么说 他见江雪真的生气 就立刻说了 江雪小姐 小生讲笑 我哪敢这么做 总之你记住 有我这个朋友就可以了 随你什么时候来 又过了几晚 王生寂寞得不得了 又不见江雪来 他忍不住就去花园 抱着那棵内冬树 一路熬一路叫 江雪你来一下 江雪你来一下我那儿 但任他怎么叫 江雪都不认他 他生气起来就回到屋 对着灯磋艾草 准备拿去烧那棵内冬树 逼江雪现身 一瞎 江雪突然冲进来 一手拿起艾草 想说扔出窗口 王生正在火头上 他抓住江雪的手 想说抢回艾草 正在两人拉拉扯车的时候 香雪失惊无神 在哪里进来 江雪一见他就说 哎呀 香雪妹妹 你来就好了 你看看 我被你这个黄师生 整天黏住 哎呀 你快点开道一下他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 走了 王生一见回香雪 立刻啪啪声流眼泪 香雪情不自禁 就跟着流起眼泪 他就说了 公子呀 今晚我来 是说件喜事给你听的 你对我的真情 连花神都感动了 他让我回来这儿了 啊 真的 王生一手抓起香雪的手 咦 他觉得香雪的手 好像影子插下去 什么都没有 他很恶然 他跟着就说了 啊 公子 以前 我都算是花神 所以 是有体型的 现在是花鬼 所以形是虚的 今晚相聚 你不要当我是真人 当是发一场梦就算了 如果你对我真情 你就记住 是以前种白牡丹的地方 明天会有一棵牡丹发芽 你就天天用草烧成灰 搅一些硫黄 淋它就很快大了 到第二年的今天 我就可以报答你的恩情 第二天 王生去花园 找回以前种白牡丹的地方 哦 果然有棵牡丹的幼庙 它宽在什么 在周围 用竹仔搭藍山为主 就天天照着香育教的办法 淋水施肥 精心护理那棵牡丹 哇 看着那棵牡丹 一天被一天粗壮了 到了第二年的四月 牡丹就出了一粒花枕 这粒花枕 脏糊糊 含包肉放 这一日 王生看着这棵 自己亲手蒲育的牡丹 正在流年忘返的时候 那朵花枕 动下动下 好像要开一样 果然隔了一会儿 那朵花就慢慢开了 这朵花好大 开到汤缝那么大 看真点 中间花蕊有个人仔坐树 那个人仔有半只手指弓那么长 眨眼 那个人仔跌了落地 跟着就好像人家吹气那样 阔阔声掌膏 一会儿有几尺高 原来这个人正是香育姑娘 王生见香育 狂晒 拉着香育就进书房 这个时候 江雪小姐又跟进去祝贺 那晚 他们三个人摆开酒宴 开开心心 喝足一晚 以后他们三个人就整天在一起 王生时时时指着花圆那棵白毛丹 说 我死了 魂魄一定会寄托在那里 向了降雪听见 他们都说 王公子 那十年之后 王先生突然得了重病 他家里的人来看他 当然很伤心 王先生就说 你们不用伤心 我死那天 即是生那天 我家里的人都不知他说什么 以为他病猛了 发说风 过了几天 王先生死了 家里人就把他的尸体 运回家乡埋葬 到了第二年 在那棵白毛丹树脚的地方 就发了鼻牙出来 那些树叶是五块打对生的 当时夏青宫的道士觉得很珍奇 所以就好好心机来种药 三年之后 那匙牙长成几尺高 有手臂瓜那么粗 之就没有花开 后来当年的道士 老的老 走的走 后来的新道士又不懂得爱惜 见到那匙牙丹没有花开 就斩了它 谁知就连原生的白毛丹都枯死了 过了没多久 内东树又跟着死了 各位 一个书生对花鬼一往情深 打动了花神 令到他如愿以偿 见回往日的情人 当然这些鬼神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相信他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 从黄书生对爱情一往无前追求的精神里头 受到一些启发呢 所谓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好了 讲完香玉这个故事 聊诈这本书 到今天为止 已经全部讲完了 好多谢大家收听 再见 好多谢大家收听 好多谢大家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